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课堂,我是修康 本期节目将为你带来麦克威斯曼特瑞里新增功能 全系统翻译的介绍和讲解 全系统翻译,它的使用非常贴合直觉 哪有不会的 选中以后右键翻译一下,就能马上获得结果 并且还能朗读和拷贝译文 不论是一个词儿,还是一整篇文章 使用它来翻译都不在话下 在有文本编辑功能的软件里面 还可以直接使用译文替代之前的内容 结合上期节目讲到的实况文本 就算是图片里的文字 也可以使用光标选中并翻译,非常的厉害 现在,有了全系统翻译 你的麦克里面能调动的翻译工具变得更加丰富了 比如使用Safari翻译整个页面 或者用右键点击查询,也可以看到翻译内容 那这些原有的功能和新增加的全系统翻译 有什么区别呢 希望看完本期节目以后 你能根据场景灵活地使用它们 首先Safari里网页的一键翻译是依赖网络的 如果断网就无法使用 这个也很好理解嘛 没有网,网页都打不开了 那就更不要说网页上的翻译了 这个功能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用译文 自动替代网页上原有的内容 帮你快速的浏览页面 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入的对比原文和译文 那就不是很方便了 右键选择查询 它调用的是系统内自带的词典 所以是可以不需要网络的 词典的内容绝对权威 你还可以自定义词典的版本 所以它是学习外语的好帮手 另外它有更快更方便的激活方式 不需要选中文本 只需要光标在文字的范围内 用力点按触控板 就能快速的激活词典了 它的局限在于 只能翻译单词和词组 并不能翻译句子和段读 全系统翻译的出现 算是弥补了刚才两个功能的不足 相比Safari网页翻译 它可以上下对比原文和译文 方便你观察译文的准确性 而相比词典 它不仅可以翻译单词 还能一次翻译整个段落 在断网的时候 全系统翻译虽然也会提示无法使用 但是只要你在语言与地区 翻译语言的设置里 提前下载好语言包 并勾选设备端模式 就能使用离线翻译了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即使你已经下载好了离线翻译的 语言包 在断网以后 系统并不会自动切换到离线版本 需要你手动开启设备端模式 才能生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网络恢复了 而你没有把这个设备端模式取消 那仍旧会使用离线模式 因为离线翻译可能不如在线翻译准确 所以在网络恢复以后 为了最好的体验 记得进入设置 把这个设备端模式取消勾选 通过刚才的分析 可以看出三个不同的翻译工具 各有侧重面 网页翻译是通过译文的直接替换 让你快速舒服的浏览翻译内容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至于原版内容精确表达了什么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而选中单词右键查询 因为调用的是词典 所以对外语学习来说 是最为实用的 比如把中文好翻译成英文 使用词典就能看到 各种语境下的翻译 而如果用全系统翻译 只会出现一个词 good 我个人认为 全系统翻译 因为有原文和译文的对比 比较适合检查无误后 把译文内容转发给别人 或者用来归纳整理翻译的资料 最后聊一下 全系统翻译这个功能的局限性 它之所以要在翻译前面 加上全系统三个字 就体现在 它是通过系统机的右键 来激活这个功能的 是可以跨越不同APP来实现翻译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也是如此 比如这些第三方程序 都能通过右键找到翻译 但是呢 有些软件 比如Word 比如Notion 它们把系统默认的右键菜单 修改成了自己定制的功能样式 就会和全系统翻译产生冲突 导致无法使用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再分享一个 关于翻译方面的小技巧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中文 比如星期四 用英文怎么写 最快速 最直观的方法 应该是我下面这种 不论你现在正在用什么程序 即使是在全屏状态 也不需要退出和切换界面 直接按下窥铁键 Command加空格 唤醒聚焦搜索 然后输入星期四的中文 不用理会出现的内容 接着按下Command加L 就会在众多的搜索结果里面 自动定位到此点 并显示对应的翻译 在Bigster里 曾经一度缺失的窥铁键 终于在最近回归了 并且在Monterey里得到了保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在下期节目中 我将为你带来 MacOS Monterey Safari新增功能的介绍和讲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